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没有辜负百里红意 粉丝少捧一点 路人盘也许会更大 当下最火的一步 当属风起洛阳了 这部剧有着大投入的制片方做后盾 有着超强IP做文章 有着顶级流量做热度 有着优质演出阵容 不火都难 但是为何开播至今 风平却一直处于两极分化 特别是风口浪尖中的话题人物 王一博更是被路人员评头论足 其实王一博并没有辜负百里红意这个角色 对于这种木实之心的人 从呆若木鸡到入室的转变 都是特别考验演员演技的 王一博作为一个新生代演员 演技自然成了诟病的重点 但是很多的细节上的处理 确实直来直去 并非刻意 反而让人感觉到表现太过于单一了 每个人对于这个角色的看法不同 路人的点评可能更为直接跟不客观信 他们认为不好 可能就是从单独的一个片段或者一段戏而言 终究带有色彩的 但是粉丝带着滤镜的评价 反而是更为不理性的 各种的理由来辅助 各种的解释这个角色的设定 反而给人带来了一种过度的尬吹 粉丝的用力过度 造成了大众对王一博的表现产生了强烈的反感 从来忽略了他对于很多细节的处理 其实 王一博并没有辜负白李红一这个角色 抛开粉丝的过度渲染跟解读 但从白李红一这个成长性人物而言 从一开始饱受争议 不被世人所认同 王一博就表现出来了 就是这么一个异类存在 被质疑被平头论足 非常符合白李红一这个角色的 王一博很好地把控住了这个点 无奈粉丝非要强扭的节奏 其实是在帮到忙 让很多人看后 都自此带着滤镜看王一博的演技 再一个就是王一博的台词功底 在这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确实不行 口齿不清 貌似嘴里喊着东西一样 这个必须加强了 好就是好 不好就是不好 王一博哪怕是在忙 如果他想走演员这条路 台词功底必须加强 没有任何理由去逃避的 这部剧 就是因为王一博的热度高 助燃了他的话题度 但是也同样放大了王一博的表现 白李红一这个角色 在慢慢入世后 逐渐开始了有人情世故的能力 都逐渐有了情绪变化 情感的表达 在这些地方 王一博的表演可谓是可圈可点 前后性的反差 王一博都很好地拿捏住了 整体而言 王一博的演技是不错的 并非那般的惨不忍睹 也算是中规中矩地演出了这个角色 但是粉丝的过度用力 反而让人过于忽略了王一博的演技 更多的是看到的不好 甚至更加放大了不足之处 只能说 众人并非是木强的 但是过度了 特别是追捧过往 自然都会产生逆反心理 最后 还是希望王一博的粉丝 少点追捧 适可而止 王一博的表现 只有他自己去证明 路人看的是剧 而不是这种无脑的风品 少点追捧 多一些客观理性的看法 反而会增加更多的路人盘 再说了 王一博本来表现得还不错 追捧过度了 只会让人感觉到不耐烦 你说呢 以上纯属小妖个人看法 不喜无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